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坚持真相启示录 揭开法税黑暗面 督促官员良心行政奉公守法 全民支持法税真改革 国家才能更进步 监督政府人员良心做事 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国96年7月13日 为法税改革指标性案件 太极门人权迫害案 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无罪 无欠税 无诈欺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至今已满17年 多位重量级法税专家学者 律师及各界官亲法税改革人士 于当天齐聚台大印尼馆 参与专家与民众 齐呼吁落实改革 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秩序跟大陆不同 我们一直一再说 我们是一个人权 保障人权 依法治国的国家 大家也都很期待 政府非常年龙 在人民 人民也有一个诉讼权 在人民权力被侵害的时候 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 公开的法院 对我们权力 能够做确实的保障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刚刚看过了 太极门的冤案 是怎么发生的 是怎么被冤枉的 很多事情都是虐造的 甚至于事实不符 我们最后 予以无罪的判决 维持地院的判决 那最高法院在96年的7月13 也就是今天 做驳回 这个检察官上诉的一个判决 107年的判决422号 那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判决 因而导致国税局认错 撤回了除了81年度的 因为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行政法院判决确定了 他们 以这个理由 做唐赛 没有撤回 不但没有撤回 他们还变本加厉 联合了税监处 跟行政执行署 因为这个执行 税罚的执行 是由行政执行署在处理 他们两次拍卖 没有成功以后 他说他们依法承受 那就等于是 把太极门的修行 在苗里的修行 禁地 就把予以没收一样的 做这样的一个处分 这个对吗 大家都知道 太极门 气功养生协会 55年开始 就成立了 到今天 我们113年了 尤其是在职的司法人员 做了 就是说很多 好像跟社会期待 有所落差 尤其这件案子 那么清楚 他这么多年都没事 五个年度 没事了 因为法院的认定 认为 这个太极门 禁事里 就是一种正义 没有道理来瞌睡的 居然瞌睡 而且确定了 确定了 你说用确定判决 确定判决 是一个权利 不是一个义务 政府来讲 你可以把这个确定判决 摆在一边 不自行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他错 你知道他不公不义 为什么还要做 这样一个行为 这政府呢 可以说是 违反民意 侵害人权 侵害人民财产权 真的非常重大 因为我是写宪法的人 那各位知道 我们宪法第三条规定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那信仰宗教 可以包括四个层次 第一个 第一个 你有信跟不信的自由 第二个 你可以参加 不参加 这段活动 第三个 国家不能对宗教 给你优待 或取缔 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国家最重要的什么 应该是处于 中立的角度 而且是处于宽容角度 除非 宗教的 传造行为 什么 侵害到 违反既有的法令 侵害到人前的 要不然国家应该什么 应该是保持中立 客观的角度去做 保持 这样才对 但是就很怪 各位知道 太监门是一个中乡名派 他有立法的 刚刚有提到 宪法有一个角度 叫平的原则 所谓平的很简单 相同的事情 要中乡处理 不同事情 不同处理 这么简单 这个就叫平的原则 相同事情 相同处理 不同事情 不懂处理 这叫平的原则的概念 为什么当初 六年要给你磕税 好 那这个六年 其中五年 已经规定为 更正为零了 为什么其中81年 还要磕税 这怎么讲 这讲不通 相同事情 要从相同处理 不懂处理 不懂处理 对不对 这么简单 那从税的假如来看 他们是一个什么 中价民派 我们所的税 有规定 地址给私物净利 是免税的 这是法律规定的 既然规定免税 为什么可以磕税 我说 所以我说 这国家 这个 这个 这个国税 怎么 我不懂 这个不懂法律 还是什么 是误解法律 还是 难权 所以因此 造成这个案件 到现在没有解决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竟然形成 让人民 抗争28年 还是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讲法是个笑话 那我们看到这地方 很难过 因为宗教信仰自由 这样的普世人权 我们要团结起来 一起奋斗 一起争取 所以 这么多人下 我理解到 为什么欧美的学者们 他们又不住在台湾 他们不是台湾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关注 太极门案 原因很简单 人权 这样的普世价值 在西方民族国家 已经是根深蒂固 不可被撼动的价值 好 那 我们到下一页 今年1月呢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社会宗教学权威教授 荣誉教授 Eileen Barker 访台 Eileen Barker 她在 她的出版著作超过350项 被翻译成27种语言 在全球50多国演讲过 超过200多所的大学 担任过教授和客座教授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教授 来到台湾 她在参访完台湾以后 她写一封信给蔡英文总统 在信中她提到 她非常相信太极门就是一个 该被极力赞扬的一个团体 而且她觉得非常庆幸 太极门没有被这个 永无止境的案件 而影响到他们在国际上的声誉 重点是 蔡总统 你能做什么 她呼吁蔡总统 解决太极门案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呢 收到了一封这个 中区国税局的 简单的email的回函 这email就这么一句话 我写在上面 就这样一句中文字 配上一句用 显然是翻译机翻译的英文 为什么我们知道是翻译机翻译的英文 因为太极门 它写太极gate gate G-A-T-E 英文就是门的意思 那会翻出这种的 这种机器 才一句话 面对这样重量级的学者 你也可以这样回复 在荷兰 我们 真为公民 荷兰公民 我们是任何时候写给政府 政府一定第一件事情 做的事情是 acknowledge I receive your email I receive your letter 它一定会先告诉你 我收到你的信了 并且我让你知道 你在六周内 或是八周内 或是几周内 你会得到政府的回复 台湾政府不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信写过去 永远是 杳无音讯 会被转到哪里不知道 然后最后出来封这样的信 太极门案 有可能会发生在荷兰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也很努力地查了一下 荷兰有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案件 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我说不可能呢 好 这个信赖保护原则 荷兰文叫 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荷兰的法律有 其实台湾也有 多数的国家也有 问题是 政府怎么 看待这个原则 怎么应用这个原则 近年来 荷兰的人民对于政府的信赖 跟信任 跟信心也下滑 但是荷兰政府做什么事情 荷兰政府第一件事情 就是赶快来检视 他们这个 到底适用的情况如何 执行的情况如何 好 在荷兰的国税局的网站 大家可以上去查 荷兰的国税局网站上 就明确地揭示了 什么叫做信赖保护原则 就是当政府 他已经做出明确的言行 给人民期待的时候 政府要尊重这个期待 尊重这个合理的期待 除非它跟重大的 公共利益冲突 那我们我就把这个 当年2010年6月17日 这叫做14年前 公听会的这个YouTube 拿出来再看了一遍 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然后中区国税局的副局长 这个肖树村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不分党派的立委 多少的官员 多少的人民 他们做出了什么承诺 然后今天中区国税局 竟然还可以回这一句话 叫做不适用这个税均急证法 第40条撤销执行 请问人民要如何信赖这样的政府呢 所以这样的事情会在荷兰发生吗 我认为是不可能 为了世人 尤其是为了台湾人民的人权 有一天当我女儿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记忆中的台湾 他们记忆中的台湾 会如同荷兰一样 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享有人权 谢谢大家 指标性案件 太极门人权迫害案 是发生在民国85年 政府以宗教扫黑为名 进行的政治整数 检察官 何宽仁 制造的太极门假案 试图抄家灭门 演变至今 28年 尚未获得真正平反 这个源头就在行政院 辖下的法务部 何宽仁检察官 一手主导制造假案 税务员史月森 配合作为证 最后行政执行署 竟然在土地没有完成见解 为依照法定程序的情况下 急忙拍卖人民财产 许多专家学者指出 这就是承袭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整肃假匪谍的手段 也是人权恶化 国家暴力 迫害台湾人权 最重要的事件 曾经因 侦办周人声案 而宏击一时的 侯宽人检察官 在侦办太极门案 仅是凭着从对方的眼神 闪过一丝的阴影 就用个人的感觉 认定是太极门掌门人违法 荒唐至极 检察官办案可以凭直觉 而不看证据 司法尊严完全被践踏的体无完肤 这样的台湾还可以称为民主法治的国家吗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5条 第一项明文规定 侦查不公开原则 但是 侯宽人检察官 侦办太极门案事 不但主动向记者发布消息 还带媒体前往搜索 现场大肆拍摄报道 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 企图营造未审先判的效应 严重影响相关人等的名誉 手法恶劣狠毒 人神共愤 他企图尽利用媒体 将受害人妖魔化 且办案应要讲求证据 侯宽人申办案件 却是三番两次 制作不实笔录 企图对嫌疑人罗资罪名 或导致错误判决 曾多次与侯宽人检察官交手的律师 直言此人堪称 惯性伪造笔录的雷犯 检察院指侯官人 不当难权征讯的案件 不止一件 是有不当行为 检察官中最显著的一位 其令司法界 最为严重侵害人权的检察官 此行为已不识认司法人员 应立即除名 并追究违法行为 以证试听 端正司法界封器 太患不识任司法官员 监察院并将本案选列于94年 第三届监察院人权保障工作汇总报告 之保障人权重大绩效之指标性的案例 除毕心力 除毕心力 首正不阿 才是真正为官之道 国法乃国家安危之基石 国基不稳 则国必乱 此风一掌 届时人人不法 国家为已 公平正义是民主体制中 人民交付自权与政府的最基本要求 而司法更是守护社会正义最后的防线 法理证据昭然的太极门案件 致使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致使不应起诉 不应课税的假案 109年8月21日 国税局联手行政执行署 将太极门修行圣地 违法拍卖 收归国有 严重阻碍太极门师徒弘法道业 同时也侵害了 世界人权宣言 及国际人权两宫约 民文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 剥夺太极门师徒的文化生活选择权 平等不受歧视及有效救济 等基本人权 期盼官员们遵循良心的指引 行走正道 做好公务员的本分 善待人民实践爱与良心 才有好榜样 也让子孙后代学习善良的文化 我们沉重地呼吁 司法人员站出来解决 不公不义的太极门假案 并以行动来证明 司法事和公义站在一起 坚持真相启示录 换良心 挖真相 我们下次见